印度的种姓制度属于世代相传 各本籍之间只能够内部通婚 受到轮回思想观念的影响 印度的种姓制度具有很强的主传世袭传统 各种姓之间都有自己的传统职业 不仅有高低会见之分 还是世代相传 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印度是很大的一个国家 那人口来讲也是仅次于中国 它是全世界第二大人口 就是人口国家很大 然后人口很多 但是它的佛教人口 其实是比例上是很少的 目前来讲还是很少 它刚刚讲的一个数据是0.8% 0.8%的印度人口是佛教徒 那我们知道他们就是一直以来印度人 或者印度教的一个背景 他们存在种姓制度嘛 还有种姓制度当中最低下的那个奴隶阶层的 它有讲一个就是英文是不能接触的 就是他们很多的权力都是被剥夺 被压抑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如果是其他比较高一点的总线 就是他们坐过的地方 他们那个这些 那个所谓的这个比较低下种姓的 他们是不能去碰触的 除了传统的四个种姓之外 后来又出现一个建民阶层 也被称作不可接触者 实际上是第五个等级 十方新闻记者 在英荣台北采访报道